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我们通常会如何祝福新生儿以及新生儿的家庭呢? 无论我们说明珠入掌,掌上明珠,弄瓦致喜,喜获,灵娥 一般我们对于新生儿,新生儿的家庭都给予很多的祝福,很多的喜乐,很多的期待 但在约伯纪第三章,当约伯经历极大的痛苦,一时间失去财富,失去儿女,失去健康,失去妻子的支持 他里头充满了痛苦,甚至他咒诅自己的生日 他巴不得没有出生,渴望速速死亡 他咒诅出生,渴望死期 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 用十次怨,怨那日被灭没,没有生育 愿神咒诅那一天,那一天变成黑暗,没有亮光 因为为什么那一天没有把怀孕生产的门关了 让他不出母胎而死,该有多好 为什么要出母胎,承受这么多的苦难呢? 如果他当时不出母胎而死 他早就躺卧安睡了 在死亡之地,跟君王谋士同谋 也跟那个死胎一样,都归于无有 在死亡之地,无论是最伟大全秦一时的君王 或是胎死腹中的胎儿 看起来似乎是一样的,没有气息 而也在那里,没有恶人让困苦者得着安息 渴望死亡速速来到 而回来看到自己,今天却充满了痛苦 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有生命赐给他呢? 神围困人,而让人落入恐惧叹息当中 约伯迫切渴望死,却不得 他求死,像求珍宝一样 他寻见坟墓,就快乐了 这像我们看到,约伯在大痛苦当中 咒诅自己的生日 这是痛苦当中的人会有的疑惑 是的,当大痛苦当中 一些时候我们会怀疑自己的出生 怀疑自己的价值 而在这么大的痛苦当中 约伯仍然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无论在怎么样的困难 心境情境中 坚持回到主前 我们祷告 求主怜悯我们 主啊,开恩连续 让我们在其痛苦忧闷中 我们仍然回到神的面前 遥望你的连续 听我们的祷告 从耶稣的名 阿们